最下一天,終於有機會可以在這間Alatara的resort周圍逛逛逛 其實離開了酒店的主要建築 然後一路向前走下來的這條長樓梯就會見到向著海的部分 其實在面前這裡還有很多不同的Villa 原來也不太明白為什麼要去一個酒店這麼貴 或者要花這麼多時間在酒店 把握時間,把握機會出去玩 但這次的經驗其實是改變了 只是在酒店已經是一個很好的休息時間去享受你的假期 這裡就是Infinity Pool的模擬實景 這樣啦,是不是真的好像在海裡游水一樣呢? 這次出發來到巴里島之前 我在Facebook裡做了一個普查 到底想我繼續維持白雪雪還是黑蚊蚊呢? 所以這幾天我是瘋狂地塗太陽油 其實我在水裡已經 都是維持在一個樹蔭底 就可以享受到這裡的美景 但同一時間不怕曬到黑蚊蚊回來 我游水啦! 我們三碗,大家去找到這是一個雪雪 終於倒閉到這個水裡 這次的巴里之旅真是完結了 是真的飾獎不想的 但是我相信一定會再回來這個地方 我覺得自己已經愛上了巴里了 住得很棒 如果在城市裡的時候 也有些東西可以看看 有些東西很好吃 再玩吧